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听说项目进行的挺顺利 挺顺利的 这个设计阶段大体已经结束了 下面就该进行实验了 这么说这个四号专家还真解决了不少问题 那当然了 人家在欧洲研究的就是潜艇推进器 掌握的都是国外的先进技术 你们是知道的 在这方面西方对我们一直都是封锁的 你说了 这四号专家这样在香港出点事 说不定这项目搞不成了 老雪 话可不得这么说 即便是没有这位专家 我们可能难度会大一些 拖的时间也许要长一点 但是最终啊 我们还是能够解决技术上的难题的 这点自信我们总该有吧 老范说了对 有道理 老范 这个落战的意思是这样 就是现在项目已经到了关键时刻了 保密工作一定要做到万无一失 尤其是你们内部的保密工作 我们是插不上手了 主要就靠你们保卫处了 你放心吧 这件事呢我和老马已经研究过了 除了原有的那些保密制度啊 我们又有针对性的制定了一些新的保密规定 老范 我们这次来呢就是想跟你吹吹风 有些事情啊你可以直接跟老马商量 但是有一些事情最好还是跟我们俩通通气 再走决定 怎么你们 怀疑老马呀 那倒不是 还是小心为妙嘛 我觉得保卫工作以外的事情 他最好还是不要了解的太清楚 你说了 行行行那好那好 那没什么事了 我们就先走了 你看水还没喝呢 这啊 我要拿我的命 太危险了你知道吗 事情来得太突然 尸体处理了 你要和我再任何联系知道吗 哎 你看我是不是该离开这里了 不行 你必須得一分處境 顯得和正常一樣 事的時候 你會通知你離開 哎抓住 抓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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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哎 你看那有個女的在躺著呢 瞎說 真的 快跑 把電池裝上 接上麦克风 就像往电筒里边放电池一样简单 这电池大概能管多久 一个月没问题吧 一个月 一个月以后呢 还得换电池 对 但愿用不了一个月 没关系 放电池不是更简单吗 你们这一次又要搞谁呀 你好像不该问这样的问题吧 从失败来看 你就死了三天以上了 这是第一现场吗 应该不是 我刚才说了那么多 其实就一个意思 五月二项目 已经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 在此之前 我们的保密工作 基本正常 很大程度上 是由于在设计阶段本身 涉及到的工作范围 就很小 这个五月二 是国家的重点项目 国家把它交给了我们 就是对我们大家的信任 所以我们必须保证 不出任何问题 下面就请咱们研究所保卫处副处长 范世成同志 就安全保密方面的具体要求 做几点说明 关于安全和保密方面的新规定呢 都发到大家手里了 下面再强调几个问题 首先是今天在座的各位都是基层领导 同志们一定要保持高度的责任感和警惕性 大家一定要清楚 我们的任何疏忽 都可能给党和国家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 郭林在我们的住广州办事处已经四五年了 当然他的家还在这 由于工作原因 他经常回来 一般都是待两天 办完事情他就又回广州了 这次他是哪天回来的 不太清楚 反正前天他来过一趟 来商量一些年终报表的事情 然后就再也没有露面 没有 也许他已经回广州了 不 他并没有回广州 还有 这次谈话的内容 请你不要对任何人说急 一旦有了郭林的消息 请马上联络我们 好吗 到底出了什么事 这个 您最好不要问 郭林不会有什么问题吧 这我们说了也不算 谢谢 哎 董事 几点 对不起 手表放在家里了 我也是 洗澡就把手表放家了 为什么用这边 是不是东西没有收到 收到 可是情况太紧急 我发现给我送货的人 情况有点不太对劲 有病吗 我没有出进医院 以后的事你就别管了 我来处理 你也要小心 老老师在家待着 老蛋 哦老范 怎么一家三数全出去啊 啊 去你儿家看看 然后你看看去了 哎 没赛 看著點 小心他來個回馬槍 行你搬一去吧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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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清楚 快撤吧 這就撤了 下班之後你幹什麼去 和婉芸一起回他們家 是嗎 那我也來送送熱鬧混沌飯吃 不分對吧 別廢話 快撤 好 你 我不喜歡 好多次了 看來他是不會改變主意 我覺得你最近啊 最好還是聽聽他的話 暫時不要跟那個陸一夫來往 嗯 連你也這麼說 你都怎麼了 徐伯總不會害你吧 他當然不會害我了 可他很少真正站在我的角度 為我著想 我看他是職業病 什麼事情都小心謹慎的不可思議 你怎麼看我呢 好了好了 別老說我怎麼了 我還想問問你呢 問我什麼呀 你怎麼看落戰這個人的 哼 你什麼意思啊 你知道他是幹什麼工作的 幹什麼工作 不就是跟徐伯伯是同事嗎 可你知道 我爸爸到底是幹什麼工作的嗎 反正 連我也自信而非的 我看 他們都是一伙很神秘的人 我怎麼沒覺得有什麼神秘啊 那是因為愛情讓你太遲鈍了 說什麼呢你 我是真看出來了 你對那個落戰有點意思 你瞎說什麼你 誰瞎說了 你就承認吧 咱們黨的政策可是坦白從寬 抗逆從嚴 你想哪兒去了 落戰比我小 在我眼裡他就是個小弟弟 嗨 你連他的臉你都知道了 我還不知道了 小弟弟 你還不信 你還不信 你來幹什麼 我來看看我的上景 順便混沌飯吃 哪有飯啊 沒有 你還沒吃飯呢 啊 哎要不然我們三一塊出去吃吧 走 怎麼樣 我就不去了啊 你們兩個去吧 什麼不去不去的 我請客 走 真的不去了 那個我還給我爸做飯呢 等他回來一塊吃啊 你真不去真不去了 你們兩個去吧 那我們走了啊 小心點啊 再見 走了啊 咱們上哪吃晚飯 人文餐廳怎麼樣 幹嘛去那 離這近啊 怎麼亂大夫能去啊 沒有啊 你說去哪兒就去哪兒 反正你請客 我說什麼都不算 你要真不想去那 我可以換個地方 去 幹嘛不去啊 可是我 sociいな 起碼 只有溫水 沒時間 讓自己弄 嗎 你們 評論 吃飯 你 吃飯 讓你吃飯 大晚上没事 回来看看你 不生我气了 爸 你累了 我们不谈不愉快的事情 好吧 好 你说啊 这个人 什么事情 他最难受 什么意思啊 爸 最难受的事情 不行 是不被别人理解吧 是不被人理解 而且也没有解释的权利 而且 这种不能解释 不是一年两年 而是一辈子 爸 你是在说你 我是在说我 你说你 还说其他的 反正 你说不清楚 我也老了 这辈子 我走 爸 你瞎说什么呀 别瞎说 我 这辈子最挂地的 就是你 爸 我们现在 不谈这个 好吗 啊 啊 不谈这个 吱吱 好不容易在一块了 别叫啊 你刚才和许晗云在说我 没有啊 别疑神疑鬼的 说了就说了 你就不能诚实一点 就想知道 他说你这个人呢 挺有意思的 就是你编的吧 徐婉芸又不了解我 他还说 他看出来了 说我对你挺好的 你别这样盯着我啊 我只是在转达他的意思 那 你呢 我怎么了 你怎么看 是不是 真是这样 对我挺好的 你不愈否Hay 如果你找我 有任何的 有任何请 我我这陈依浮 你 这陈依着 在前田 好 马上就来 走吧 有新情况 先请公安局的通知介绍一下吧 好 这个郭林是民航驻广州办事处的工作人员 在民航已经有段时间了 他经常来往于广州和北京之间 他妻子的尸体是三天前被人发现的 被人抛在郊外的灌木林里 后来我们对郭林进行了一番的调查 发现他身上有很多的疑点 正当我们准备逮捕他的时候 他却突然的失踪了 可是我们在他的家里发现了这个东西 由于炸弹的出现和郭林的身份比较特殊 恐怕不是一般的刑事案件 局里觉得事关重大 所以决定通知你们 郭林是什么时候失踪的 据邻居讲 他好几天没有回家了 他说是妻子住院 他要去陪着他 炸弹就放在家里吧 在他家的柜子里 你们还有别的什么线索没有 这也是我们为什么来找你们的原因 根据我们初步排查 又发动了当地的群众 最后发现了一个可疑的人 这个人和郭林生前并没有什么来往 也不可能有什么来往 但实际上在郭林失踪之后 有人在郭林家附近 看见过他 是谁 我们也很奇怪 这个人是朝阳区 红旗宾馆的一个男服务员 名字叫 毛羊 这样张科长 这个案子 暂时先放到我们这 你们就不应管了 我们有什么发现 再和你们交流 这怎么行呢 这是我们的案子 局里都已经挂号了 这个嘛 我们会马上跟你们局里领导联系 你放心 有什么新的发现 别忘了通知我们 可我们 这个案子 只限于你们两个指导 不能再外传了 怎么样 好 谢谢你们了 张科长 谢谢你们给我们提供这些情况 谢谢 你们怎么看 好啊 毛羊这个家伙 终于又露面了 看来北京事件 又死灰复燃了 郭林和毛羊的书线 把北京事件 红旗宾馆那个香港人 还有后来的周卫明这帮人 全穿起来 这个郭林 他会不会是一个台湾方面的邮差 他在民航内部工作 经常可以在广州和北京两地往来 这不是正合适吗 送来炸弹 是为了春节期间的爆炸活动 对 只有这样才符合逻辑 我们在抓到周卫明和旁样之后 他们不是都交代说 炸弹 随后会给他们送来吗 炸弹到了北京 他们才发现周卫明一伙被捕了 所以炸弹就留在了家里 这不符合逻辑 郭林失踪以后 毛羊又在他家附近出现了 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郭林的失踪 毛羊的重新出现 使北京事件又有了转机 不过 蓝美琴的说法也有一定道理 如果这个炸弹是北京事件 或者春节爆炸行动关键一环的话 那么直至 郭林失踪还放在家里 这是为什么 郭林的失踪 到底是潜逃 还是铺向了既定目标 这些都是疑问 我认为 现在是不是已经到了 把毛羊这些被北京事件穿起来的人 和专家事件重新联系起来考虑的时候 我只怕 除了这个东西之外 还有另外的东西 我们不知道 我同意局长的意见 我觉得我们现在面对的 还是一个保障512项目和4号专家的安全问题 这是最关键的 老许 蛋个人的出现和死亡 跟这些人有什么联系 蛋个人的死虽然不是孤立的吧 但是要把他和毛羊郭林联系起来看 我觉得有点勉强 喂 我在随着光 什么 什么时候 好 我知道 今天毛羊和陆一夫 同时出现在一个公共造荡那里了 他们戒头了 还不能确定 我们的侦察员小心过头了 离得太远了点 不过谁也不会相信 两个人同时出现在一个公共造荡那里 仅仅是巧合吧 我听说郭林的妻子被人杀了 什么 那郭林呢 听说失踪了 其实我早就听说过了 有人在我们单位调查过郭林 该不是他有什么问题吧 再有问题也不至于是他把自己的妻子杀死了吧 那郭林怎么会失踪了呢 哎 会不会是阶级敌人干的 比如说台湾的特务 可特务杀郭林的妻子干什么 谁知道呢 听说啊 人给杀了以后啊 尸体还给丢到荒郊野外了呢 哎呀你别说了 我这饭都快吃不下去了 怎么发生这样的事呢 怎么发生这样的事呢 哎 你们在议论什么 哎呀你还不知道呢 郭林的妻子被人杀了 尸体还扔在一个荒郊的河边呢 对我听说了 怎么当面都传开了 哎小雪啊 我们到那边去了 没有吗 别别别 我们那边还有事呢 啊 走了再见 你说怎么就给人杀死了呢 莫玲也失踪了 这是个死 哎 你说真的 以前我害你们大陆没有凶杀案 还不是这样 你说 你说会不会是特务干的 货物 不会吧 哪来那么多特务 嗯 看电影看多了吧 就是 我也想喝嘛 不是有关局吗 他们肯定会怪的 我看什么 啊 没什么 我只是在想 他们的孩子 今后可怎么办呢 哎 你可不可以靠近一点 哪里像你这样的呢 不是跟你說了嗎 這和香港不一樣 沒有資產經濟那一套 肯定還要分資產經濟跟無成的 何以何以平平 當然 你出來了 等你跟著遠一點別太靠近 來 你別這樣啊 這樣讓人看見不笑話嗎 才爛的人不這樣才讓人奇怪 好吧 隨你的便吧 周文明已經發了好幾個 敵人肯定已經 而且從 但個人假透成這個事情上看 敵人的計劃相當的嚴密 他們並不笨 所以 柯林的失蹤和我們 輕易地找到那個炸彈 我覺得事情也那麼簡單 這裡面 必然大有問題 這有著台灣方面 在和我們玩花招 我同意落戰的看法 柯林帶回來的炸彈 絕不只是搞一個什麼春節的爆炸 他們興趣肯定在無藥的項目上 他們在香港失手了 讓人大 下手了 這是一個可以成立的推論 可 他們為什麼讓我們拿到炸彈呢 我覺得 我覺得他們可能是個拳套 我不是這樣的 郭林帶進來的 旁邊一個炸彈 兩個世界 很精彩的分析啊 哈哈哈哈 堂堂局長怎麼說是這句話 怎麼了 我這是說實話 我這只是個判斷啊 沒所證明 那個 范智成的情況呢 在我們掌握之中了 只是 缺少證據啊 沒了證據 一切斷斷 我用急 一定不用急 小心 不要不用急 媽 跟他溜了一圈又回來了 哎 我才知道 白 retirement 我 род 你ні 女的就一定要比男的分析能力差啊 女的就一定比男的弱吗 我就是一个例外吗 你看你看 又被你抓住小辫子了 你看 你是不是觉得我是一个女人 所以就说啊 你分析能力挺强的 没有 绝对没有我 我跟你说实话吧 我挺佩服你的嗯 挺佩服你的老许他都教你什么绝招了 许伯伯是教了我不少东西 可是 还有很多东西不是靠人教 就能学会的 许伯伯伯 我很小的时候 我的父母就牺牲了 我一直在许伯伯家里长大 他们带我像亲生女儿一样 可是不管怎样 也不能代替亲生分在我心里的位置 我一直觉得很孤单 像个无依无靠的孤儿 后来到美国读书 到香港工作 因为是孤身艺人嘛 所以就必须学会生存 学会斗争 像这种特殊的环境 不是每一个人都能遇到 也不是每一个人靠学能够学到的 你真是一个 不简单的 同志啊 你瞧你说话的口气 完全像一个领导啊 哈哈哈哈 是吗 哎 我还有一件事啊 一直想问你呢 你问吧 嗯 知道 我知道 我知道你和老许家的关系很特殊 我也知道你们对他 对他的感情 但是你有没有怀疑过他 嗯 比如说他的历史 你觉得呢 怎么问你呢 我不怀疑他了 是因为感情 不 因为理智 为什么 我知道你想问什么 就是导致他跟李锦离婚的那件事情 是组织上对他进行的一次调查 关于 说他是 把我的父母出卖给敌人的凶手那件事对吧 嗯 我以前也不知道 是这次回来李锦阿姨告诉我 那 你就一点都不相信 甚至李锦为了这事跟他离了婚 我不相信 因为我们的工作 不允许我们在任何事 失去理性的判断 哎 那李锦呢 他以前不是也是我们的同行吗 他的选择 就不是理性的 哎我不知道 也许是因为他老了 厌倦了 没有情感判断 也许因为他是一个女人 最终不能出从女性 也许当时的情况太复杂了 他承受的压力太大了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啊 你爸回来了 哎我们民航逼出事了 一个同事的爱人被人杀死了 他自己也失踪了 你知不知道这件事啊 我听说了 爸 你仅仅是知道这件事 怎么了 爸 爸 我想问问你 陆一夫和这事 有关系吗 你怎么问这个问题啊 爸 你一定要回答我 你一定要回答我 陆一夫和这个事情 没什么关系 但是 这并不能证明 他就没有别的事情 万元 还是听我那句话 离开他吧 行 啊 他 我看了 家术 他不在那里 他不在那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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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事 你 對不起 情感難感還是來晚了 還好剛開始 死人呐 最後 請聽你怕 在哪裡來 這是你遭遇的不死 哪些 這才天大學習到 有個特務 一個禮拜前來的 任務是什麼 你還要趕快去上班 不我今天一下午都可以陪著你 我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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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一部老電影吧 是啊 你以前沒看過 我看過 那專門陪我看 對 是因為 郭琳的事 你告訴我實話 你和郭琳是不是早就認識 怎麼會呢 我覺得 你們之間總像是有種默契 你呀 只是看電影看太多了 以為每一個人身邊都有特務 屬於 你可千萬 別害了我呀 別胡思亂想 你知道 我多麼愛你嗎 黃云 愛爸 籃文 你怎麼才回來呀 怎么办 这么严肃 坐 你妈妈刚才来电话了 什么事啊 找我 她跟我的意见完全一样 她对你和路易富的关系 也很不放心 我妈怎么也这样了 你看你怎么一提这个事 你就这么抵护情绪呢 没有啊 现在很多事情 不像你想象的那么简单 你要多一个心呀 总不能把人人都怀疑成是特务吧 那个路易富 他是刚从海外回来的人 海外回来的就全是特务 我看你啊 现在对任何事情 都没有一种判断能力了 你已经被爱情弄得个迷惨倒似的 爸 你错了 今天我就专门约她去看了 徐秋影案件 什么徐秋影案件 反特电影啊 我呀 就是要让她看看 抓特务的电影 观察一下她的反应 做出我自己的结论 我的姑娘 你 你幼稚呢 怎么会幼稚呢 Bunu说 你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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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